我發現一般同學有時候他們拿錢去玩遊戲 這樣就是很浪費錢,而且他們都不會管理財富 而且貧富差距也很大 所以我們決定利用理財,然後賺出多的錢,然後再來幫助貧困的人 所以我們叫設計理財左右 儲蓄、消費、投資還有資金 就是設計這個遊戲的規則跟畫那個人物卡那些東西 那所以我們把這四個理財觀念放到遊戲中 讓玩家們去體會這個理財的觀念 可以讓他們體會一下貧窮是什麼感覺 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喜欢这个桌游吗 喜欢 那为什么你喜欢 因为我觉得它很好 可以帮助我练习数学 我觉得它能够启发小朋友 一些投资理财的观念 还有就是人与人之间关闻互助的一个精神 我可以学到更多理财的知识 然后也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人其实也很贫穷 如果你把你的财富理整理好 然后或许也可以增加你的财富 然后如果你有多了财富的话 你就可以去帮助那些贫穷的人 在设计的时候 我们有就是知道很多理财的 就是跟理财有关的知识 然后你设计完之后 就是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世界上其实还有很多人 就是很多人其实是很贫穷的 然后所以如果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桌游 然后大家都可以进一份 就算只有一点点的小力量 小心力 然后也可以就是帮助那些生活困苦的人 小农他们如果 我觉得他们如果学会理财 他们可能就是不会这么穷 因为社会上面有一些经济线 他们可能不是很清楚 所以他们才会这样一直被剥削 那就是如果我们做好之后就可以拿去卖 卖完之后的钱 我希望可以拿去捐给他们 让他们就是可以学会理财的知识 不要那么穷 希望贫穷的人 就是不要被不合理的对待或是剥夺 요 那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